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清水秀 风景秀丽 吴镇长就想让村里人整起搬迁出去 把桃花村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 吴镇长拍板定案后 很快就依据方案付诸行动 吴镇长没想到 桃花村的老少爷们积极响应了他的号召 大多数人家都同意搬迁出去 你想 政府把新房建到交通便利的镇上 吃水也方便 用电也方便 还多多 少少给一点补偿 他们何乐而不为 但是 人上一般 形形色色 村里有一个姓马的老汉 他也不是不愿搬迁 而是风言风语的发了两句唠骚 什么咱人老几辈都在这地方住 听啥说搬就搬 咱要不搬走 这里还得给咱优惠条件之类的话 当吴镇长听说后 盲队拆迁办了主任小刘说 绕过马老汉的房子 先动员其他村民搬迁 就这样 当整个村子遍地瓦历的时候 只剩下了马老汉家的两间草房 铺铃铃铃的 很是遮掩 小刘说 吴镇长 下一步怎么办 吴镇长脚下一笑 说在当地媒体上造鱼路 说靠山屯镇重点工程 桃花村风景去暂停 原因是遇到桃花村最牛钉子户 小刘不解的说 吴镇长 他马老汉能流到哪里去 强行把他的房子挖了 他能把水的蛋给要了 胡镇长摇摇头 没有说话 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小刘不知道胡镇长的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 但还是听从胡镇长的安排 拆迁工作停了下来 没有上级领导来靠山屯调研 当谈起靠山屯镇重点工程 桃花村风景去暂停的 这原因是胡镇长就感慨基层的工作难做 说是遇到桃花村最牛钉子户 为了高好赶军关系不便强行拆迁 上级领导就一边同情一边对胡镇长称赞不已 说现在像胡镇长这样的基层领导不多了 马老一想不到 自己一步留神成了刁民 他急了 他真急了 忙找到拆迁办的主任小刘 说他同意搬迁 啥屁话也不说了 说再这样下去 他的脸就丢尽了 只怕儿子找个媳妇都难 小刘乐的合不拢嘴吧 忙把情况反馈给胡镇长 胡镇长淡淡一笑 说别理他 再等等 半年后 胡镇长对小刘面受激疑 说把钉子户的时机到了 马老汉若有不从 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小刘忍不住说道 胡镇长 我愚昧无知 您能不能把 其中的道道给我说说 胡镇长黑黑一笑 说现在资金到手了 工程可以继续运作了 半年前 若是挖了马老汉的房子 还是没钱进行呢 若是那样 老百姓会怎么看 上级领导会怎么看 再说 咱今天才拔了钉子货 也说明咱的工作有多难做 小刘恍然大悟 敲起大拇指对胡镇长说 高 实在是高 当胡镇长和小刘 带着人员和机械浩浩荡荡的 开到桃花村后 才知道马老汉 不知道什么时间早班走了 胡镇长顿时颇感适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